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看得出來 不管是從官股的一個角度 或是政府的一個角度 或是內支的角度 可以看得出來 它在跟外資去做抗衡 所以中場台北股市 雖然美國股市裡面 昨天大約是跌了1%到2% 中場台北股市 其實只有小跌 跌了57點 收在16990點的位置 破了17000點 其實我覺得破與不破 並不是太重要 重點是台北股市 如何整軍在出發 如何在這個時間點裡面來講話 面對著台幣不斷的貶值 被動型的基金 賣股的一個壓力下 台北股市能夠走出 自己的一條路 它才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們在這裡面 就跟大家講說 在最近裡面的台北股市 當然很多的利空 襲擊到台北股市 也徹底的在考驗 投資朋友的持股的信心 從今天的排面上面而言 我也看得出來大家的持股信心 非常的低落 從今天的排面上面 我也看得出來 台北股市的重碼並不是太好 但是台北股市到底要怎麼樣 它才能夠走出自己的一片天 第一件事情 我們很明顯的可以知道 台灣股市上面整體的本益比 它一定是小於美國股市 美國股市整體的本益比 一定是高於台北股市 問題來了 因為我們台灣到目前為止 美系外資是第一名 在台灣的投資 歐系外資是第二名 現在在台灣的主動型的基金 並不多 大部分都跑去中國大陸 現在都是被動型的基金 被動型的基金 在台灣股市裡面的操作 說第一件事情 它會先考慮匯率 主動型的就比較不會這樣考慮 第一個它一定是考慮匯率 匯率強或弱 這是被動型基金的第一考量 再過來就是期貨跟選擇權的部位 現貨只是它的一個工具 你的一個期貨市場 在今天又貶值 貶值到29.17 我個人認為到29.5 就要看政府上面來講話 會不會出手大幅的一個干預 因為昨天開始有量 再去做觀察 可是你來看看 所以在這個部分 台幣的貶值對台北股市的 一個影響有沒有 我說當然有 它會影響的就是0050的成分個股 所以我才會講0050的成分個股 除非你做長 不然的話 當然就是內資型的個股 會比較好一點點 0050的成分個股裡面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台積電 現在大家都在說 整個晶圓代工成熟製程怎麼樣 MV簡單 PC簡單 手機簡單 說得整個大幅 但是我就跟大家講 這些問題 外資在這邊它賣了很多 它一定會寫券商型 我不是說研究報告 是外資券商型的賣方報告 我在之前就跟大家講了 因為我在外資機構待過 他們的手法我很清楚 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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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過來就啪 就跟你寫了一堆賣方報告 打擊你 所以我才會之前跟大家講說 記憶體一定會有一些 這些的賣方報告 你受不了你就賣 不然的話 那股價 因為我們台灣不是每一個人 都有堅定的信心 只要賣 外資說好就好得不得了 外資說賣就說壞得不得了 這很多市場上面的人都是這樣子 所以你在外資 在寫這些券商的賣方型的報告 他就要考驗你的持股的信心 對不對 這就是這個過程 所以道理拜四台積電的法收 他就必須要去對抗 外資的一些的看法 我永遠有一個印象 就台積電在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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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 他曾經跌到100多塊 50幾塊 甚至最低也到三幾塊 當時候到50幾60幾100多的時候 張忠謀董事長都說過 好啊 你外資你賣 我就是看好的台積電 你賣對不對 我拿我的錢來買 那時候張忠謀董事長說了這句話 事後證明 台積電是張忠謀董事長 前董事長是對的 對不對 所以你外資的看法不一定是對 這個過程中就是要靠 你這家公司的實力去PK 外資的一些的看法 所以現在面對這麼多風風雨雨 因為全世界上面來講的話 股市都受到一些的影響 原物料的價格上面很高 企業上面的下單的方式也改變 因為你的金元代工沒有像之前這麼緊俏 我不需要在那邊裡面來講 跟你下長單 我就慢慢短單 短單 短單給你去下 你短單 短單去下 請問站在一個研究機構裡面 我也跟大家講很坦白 連我都沒辦法跟上這種短單的一種研究方式 下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 兩千多檔 你要怎麼去做一些的研究 所以我說你只能夠從什麼 供不應求 排隊的產業去做思考 短期的影響都不用過多的考慮 你像大陸股市不是說封城 就人家 比如我們看他們封城怕得要死 我們台灣是一直一直在跌 人家也沒有跌 從他之前我跟大家講說 接近十年線的一個位置 他也反彈到多少 反彈到3200 如果你不相信的話我給大家看 大陸股市我們就以上海好了 上海綜合指數做個舉例 因為沒有什麼時間 人家是在這裡 如果我們看封城這麼嚴重 人家怎麼撐在這裡 我就跟大家講說 封城它不是重點 它會不會影響到4月份的營收 百分之百會 我就跟大家講百分之百會 但是我們現在裡面 就是有一些的投信 就是有一些投資人 每一個月就盯著一個月的營收 封城會影響4月份的營收 就先賣再說 我就問大家 重點是你如果封城 不再封城之後 這些訂單會怎麼做 只會加速跑出來 如果它是供不應求的 它只會加速 它只是遞延 所以重點不是在於封城 你如果這家公司的訂單沒有了 就算不封城也是掛掉 如果你這個產業上面是供不應求 你就算封城 不封城以後還是會跑出來 甚至價格上面是不是會更好 這就是你不同的角度的一個思考 所以我才會跟大家講說 現在的重點是來自於短單 你很難去做基本面的判斷 對不對 所以你就必須要靠重量級的公司 類似像台積電 它告訴你 它的第二季的營收到底是什麼 因為它在當時候的1月份 把今年看得非常的好 對不對 今年可以成長25%到30% 在電子產業中 以今年的成長率非常的好 對不對 現在的第一季也是沒問題 也是優於它 當時候法說會裡面來講的話 營收的展望性 你現在就看它的第二季 因為它第一季優於預期 為什麼優於預期 我告訴大家 我說福貨相依是2022年的名言 福 貨會相依 台積電第一季裡面 用美元它換算為它的營收 大概成長沒有超過一成 一成也是優於它的預期 但是換算回新台幣 12% 所以你就知道我們台灣島國經濟裡面 台幣的一個貶值 當然不利於外資的被動型的基金 外資的一個操作 但是站在獲利的角度 你這家公司賺的錢更多 營收換算回來 因為你從美元換算回台幣更多 變成超越它的一個高標很多 這就是大家自己留意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看大家 從哪些的角度裡面來看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時間點裡面的 台北股市 大概有幾件事情 你一定要一個知道 台股因為新台幣的貶值 我就跟大家講 外資就是跟你比各倍出 然後台積電的法說會裡面 就是要跟大家講什麼 信心上面的問題 如果台積電真的講 這個基本面不好了 那我告訴你 大概整個景氣 因為台積電如果不好 就告訴你 整個景氣真的是下滑了 那就是一個事實 那景氣一個下滑 你也別想其他的產業好到哪裡去 不可能 它的反應就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但是我個人認為台積電 法說會的講話不會那麼悲觀 不會像外資講這麼的悲觀 有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它目前的產能使用率還是蠻窄 就我知道的 還是蠻窄的 我管你什麼NB PC 手機是不是砍單 但是它的目前的產能 還是蠻窄的 不管是在車用 因為你擠 我就說擠到車用去 公控 高效能的電腦 單子還是很滿 不管你NVIDIA AMD 超微跌到哪裡去 因為他們本益比非常的高 在美國股市一直跌 但是NVIDIA跟超微 到目前為止就是不砍單 它沒有砍任何的訂單 跟它的股價的下跌沒有關係 我們是接單的 台積電的一個本益比 也不像NVIDIA 像AMD那麼的高 它不砍單 台積電就是有單 也就是說HBC的單沒被砍 車用很好 對不對 在這種過程公控也還可以 網通往上 因為網通之前 大家不接它的單 毛利比較低也上來 所以我不認為 台積電的法說會面來講的話 它的看法會這麼的悲觀 第一季的EPS 我已經說應該有機會 7塊錢起跳 這是大家自己留意 所以我覺得台幣的貶值 我剛才已經跟大家講 我從台積電第一季的營收 已經跟大家講 如果用美元計 它的第一季比去年的第四季 既成長大概不到一成 可是用新台幣來換算 是12% 一成二 所以你現在台幣的貶值 跟你的投資的價值 你投資這一家公司 它賺的錢更多 那是不是投資價值的浮現 這你要很清楚 所以我認為在這個時間點 裡面來講話 你如果真的是人云亦云型 你很害怕型 你不如不做 其實我已經講了 很久的一段時間 你不如不做 今年最大的問題 是來於台幣的貶值 還有什麼 去年的機器太高 所以成長性 沒有像去年那麼的高 所以你要找出 那兩層的鳳毛菱角 它其實是很難的 再加上現在 每一個公司都是這麼厲害 反正你現在是電子的淡季 反正你怎麼樣 你原物料是在高檔 我訂單不要下這麼多 對不對 就像我自己本身來講話 有投資一些房地產 我也很清楚 下單的方式都不一樣 去訂購鋼鐵或是 所謂原物料這麼高檔 誰敢在這邊來講買那麼多 不然的話就是以前用期貨 早就買到低點了 所以你自己要去做一些的了解 所以在目前我就跟大家講說 大概分成幾件事情 如果你來看技術面 這台北股市是弱勢的 可是有幾件事情 你持股的你要在這邊賣嗎 第一件事情 你KD指標現在是多少 18的35低檔的超賣區 對不對 我用電腦看得比較清楚 你現在是18的35 是不是低檔的超賣區 所以你持有的 你在低檔超賣區賣 沒有意義 可是如果你是做短線的人 你又會害怕 他在低檔之中的鈍化 那你等他交叉向上 我說交叉向上買 交叉向下賣 這就是做短的人的方式 目前來講持股的人 你在KD指標在低檔的時候 本來就不可以去做殺低的動作 更何況台積電禮拜四 就要法售會見真章了 你有差這一兩天的時間嗎 我覺得沒有差這一兩天的時間 而且以我目前的評估 台積電還是產能是滿載的 我個人的評估 我之前就跟大家講說 如果你問我 我之前說先進市場 一堆人 一堆台面上老師說 連電的成熟製程好 現在裡面來講的話 又沒有信心了 我就跟大家講說 以目前而言 成熟製程第一季也沒問題 是今年的下半年以後 大家再擔心 先進製程裡面來講 今年一整年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應該是沒有問題 所以我就覺得先進製程 產能使用率滿載 我個人還覺得還滿有信心的 所以你不要這麼的一個擔心 所以台幣的貶值 被動基金的賣果 我跟大家講就是來自於 它的一個操作套利空間 已經說很小了 因為美國10年公債殖利率 已經到2.7多 他借之前的比較便宜的錢 不還回去的話 就要以後算比較貴的 一個利息成本 他會先還 除非他能夠找到 比他去美國裡面來講 升息一碼之後再升息兩碼 更好的獲利 不然他就跟日本借就好了 日本還是說他不升息 這個時間點你要留意 另外一部分來講的話 強弱股我個人覺得 這才是我個人覺得今天好頭痛 這強弱股有這樣子神經嗎 需要這樣興奮嗎 就大家做得這麼短 每天都沖來沖去 當日沖 隔日沖 我隨便做個舉例 有必要這樣子就對了 可是這些的個股 告訴你一件事情是什麼事情 告訴你就是 你的追高沒什麼好處 昨天這些股票強得不得了 今天一開盤 啪一聲就跟你下去 然後再過來 殺下去之後 再給你拉上去 拉上去就下來 這個很簡單 就是當沖的把戲 短劍的把戲 所以目前的輪動很快 我只是提醒大家 不管屬方我 不管任何人在講一檔股票 只要五日經驗的乖0 2到4%以上麻煩 真的不要去做追高 這種太恐怖了吧 我沒有說他不好 我只是跟他說 這種震盪也未免太恐怖了 這個就是衝來衝去的手法而已 著重在業績成長個股 你如果是這種什麼 戰爭受惠股 什麼農糧概念股 原物料概念股 麻煩 你不要看報價 報價隨時會變的 你就是按照技術面具 做一些的操作 台幣沒有紙貶之前 仍然不利於0050 所以你做0050 除非你是長期投資 就像你買台積電 除非你是定期定額 5到10%買一些 不然的話你不要碰它 因為基本上外資就是這樣子 一直到什麼 禮拜四見真章 禮拜五 那個時間點才比較重要 所以我覺得目前的台北股市 流淡很多 但是這就好像流年 只要本命好 你買到業績成長個股 時間都會還給股價的一個公道 我在之前已經驗證了非常多次 所以這個時間點 買進業績成長個股 就是你唯一的方向 你管它現在股票 是怎麼樣的一個波動 這都是沒有持股 沒有信心的人的一個操作手法 你買進業績成長個股 它的財富就像聚寶盆一樣 你未來的財富的成長 就是N字形的一個上漲 它不會改變 所以在這時間點裡面 台北股市在這邊裡面來講話 我就跟大家講 基本面的變化很大 然後今天漲這個 明天未必漲那個 在這時間點裡面來講的話 你就是只有一個中心思想 逢低不及業績成長股 給它時間 它就會讓你財富不斷的一個增加 到底哪些的產業是比較好的 我們等一下進一段廣告 再告訴大家 你好 歡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所以我們剛剛已經講了 第一個 台灣裡面來講 真正外資的賣壓 是來自於新台幣的貶值 其實在最近裡面 大家在看 外資在台灣的期貨市場上面的 控單的部位的減少 都說整個外資怎麼樣 怎麼樣怎麼樣 其實我跟大家講 因為我本身有在 外資機構裡面帶過 我先跟大家講 之前你看得懂 是因為台幣很強 外資所有的操作 就在你台幣裡面去做 台灣的期貨市場去做 你現在看不懂的一個原因是 因為你台幣是弱的 我幹嘛要花錢在你這邊做 我用美元在香港做就好了 但是香港的那一邊裡面 你的空單 外資的空單OI 就是未平昌的一個水位 你是查不到多與空的 因為它用香港 香港就是用美元做 用美元做 它美元是強勢的 它怎麼會來你台灣裡面做 所以你要有邏輯 我就發覺我們台灣裡面 來講話 就一個東西在那邊 一直看一直看 看不懂 說怎麼期貨 能撿那麼少 台幣是一直跌 那是因為你的台幣是弱勢的 它如果要做期貨 它會去香港做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就像現在大家在講 我說俄羅斯跟烏克蘭的問題 有什麼好講的 俄羅斯它的一個經濟 基本上而言 它對全世界裡面的 除了歐洲以外 對其他國家 大概沒有很大的影響性 重點是它讓原物料的波動 是什麼 你讓原物料在高檔上面撐太久 你就會造成什麼 通貨的緊縮 停滯性的通膨 二次性的通膨 消費力的一個下降 我薪水賺的沒有比較多 出去買東西貴桑桑 我以前買兩件 我現在不能買一件 我不能夠 我不要買嗎 就會讓消費力下降 因為企業也是一樣 我剛才講買房子也一樣 我本來買蓋房子 你現在原物料那麼高 我不蓋了行不行 可以吧 這就是企業的投資力的一個下降 所以這個要搞清楚 你自己真正的重點 是來自於你的單子 基本面的變化 而不是你來自於我們剛才談到的 其他的一個問題 你其他的問題我就問大家講 你農金 農金牆 問題是俄國 俄國占多少percent 又不是唯一的一個生產的一個國家 所有其他國家 中國大陸砰一聲給你打下去 你就掛點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要知道 原物料真正採購大國 是哪幾個大國 整個俄羅斯跟烏克蘭 它會去影響的石油跟天然氣 影響所謂的歐洲 我們自己本身要很理智來看 就像我來看台灣的一個所謂的 針對這一次的新冠狀病毒的變種 Omicron的變種 我覺得快篩類不塞OK 但是你一定要學到國外 真正的一整套 國外以前你們來講話 等它一週你家有幾口人 把你一週的量送到你家 你自己做一些的快篩 而且在國外的快篩世紀 說真的我們的薪水不高 我們的政府要知道 我們台灣的每一個人 薪水增加的並不多 我們的快篩機是國外的好幾倍 像美國裡面 如果換算成新台幣 一劑不到100塊 我們台灣一劑一個包裝多少錢 大家自己清楚我在說的 就像我們現在在看 的確NBPC跟手機它被砍單 但是有很多東西是排隊的 排隊的過程它往那邊擠 我說電子裡面來講話 最清楚而明確的 大概就是在車用 我剛才講了車用的部分 我也跟大家講說 我在當時候跟大家講 譬如說雨龍 當時候才在100塊到110塊 我就說過它的營修好 還沒公布我就跟大家講 不然它那時候怎麼還沒漲 在相對的低點 你看它公布出來 1月 2月 3月加起來 有沒有比10 11 12來得好 去年已經賺9塊了 你自己就知道 你的底線在哪裡 今年更好 去年是9塊 所有的汽車概念個股裡面 很少在10倍以下的 你就知道你有獲利的空間 你就去買 最高它漲到120塊 對不對 你還是可以賺錢 就是我就跟大家講說 你回歸到業績成長 個股的一個理由 就像我在跟大家講說 像6251的一個定義 對 中國大陸封城 可是你要回頭去想 它上次你們如果看封城 還不是殺到低點 ABF也是看封城 也是殺到低點 你自己來看 隨便做個3037的星星好了 封城你也是殺到低點 結果呢 結果是重點後面有沒有單 我就跟大家講說 如果以6251的定義 去年賺1塊7 沒錯 大家應該知道 鏡棚是全球前五大 汽車版 電影是全球前十大 他去年是0.85 他跌 業績沒有他好 他再怎麼跌 人家也是有多少 31.55 他整個一個定 今年裡面大概可以賺到2塊多 現在才多少錢 20幾塊 就說你自己要去比 你去比較你就有一定的機會 就像你MCU 你要知道 MCU它有很多比重 剛才講的PC NB手機都要用到微控制器 可是微控制器裡面 車用比重最高的就是在新唐 對不對 新唐它什麼 大家講了一堆 但是我都不是看這個 我看的是未來裡面 我覺得美國 人不自私天諸地面 他一定會扶植Intel 如果扶植Intel 對新唐就非常的有利 這是大家自己去做 留意的一件事情 當然還有 我們就是跟大家講說 我們在之前跟大家講 你自己20以下不買 你等到上來說 投信再買上來到120幾 你有討到便宜嗎 所以你跟著這些投信 投信現在裡面來講的話 就是會一下買一下賣 一下買一下賣 我有跟他講 因為現在是短單居多 他們就會這樣子 有點神經質神經質的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過程中 你與其跟著人云亦云 跟著市場去做起舞 為什麼不回歸到你的初衷 操作股票初衷不就是投資嗎 操作股票的初衷 不就是讓你自己 能夠財富增加嗎 你要財富增加 你的中心是想只有一個 買進業績成長個股 你將來股價就自然會上去 所以要跟著屬方買業績好的 業績成長個股 在盤中的操作 你就趁著廣告時間點 打電話進來 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分析 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空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同樣的і 我有一個 倍若 沃 演唱 你 這